主料,猪龙骨300克,大米50克,山药200克,辅量,精盐1%茶匙,生姜一小块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大米淘洗干净后用清水浸泡,泡至米粒发白,把泡好的米粒用擀面杖擀成最米粒。 猪龙骨斩成小块,下锅捉水,捞出晾凉后冲掉浮沫,砂锅里倒入清水,放入猪龙骨生姜,开大火煮开后,改小火煮30分钟,山药打皮后切成滚刀块,放入砂锅开小火煮20分钟,倒入大米碎,继续小火煮20分钟,煮至米糠粘稠后掉入金盐。 烹饭技巧 一,大米泡后感成最米粒,可缩短煮至时间,且米汤粘稠,二,山药的枝叶粘到皮肤上或有滋养感,且不易去除,因此在给山药去皮时候,可以戴一次性手套,或者用塑料袋子包住山药打皮。 如果不小心皮肤沾上山药的粘液滋养,可以用促清洗滋养的部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,"继续小火煮20分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